海地总统莫伊兹这个月7号遇刺身亡以后 这个星期五将举办丧礼 受伤的第一夫人马丁星期六也赶回国 准备送丈夫最后一程 在美国迈亚密医院治疗一个多星期的马丁 星期六乘坐飞机抵达了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机场 带总统约瑟夫到场迎接他回家 为了确保第一夫人的安全 政府没有事先公布马丁回国 同时让他穿上了防弹衣 以免有人刺杀 一身黑衣的马丁看起来精神不错 但右手还需要依靠掉臂支撑 目前健康稳定